《标志权》 我从小其实很喜欢画画 也有这个天赋 确实也比同龄的孩子画的好一些 也就从那时候开始 很小的时候 从初中开始学艺术的时候 就想成为一个艺术家 我的大部分的是作品的灵感 来得于生活 首先我是一个艺术家 我不是一个政治家 我用我熟悉的技巧 想颜色形象的讨论 来试图去解释我们现在 人类遇到的问题 可能我作品里边会有一些像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的一些大字的一些符号在里面 但是可能不光是我一个人 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想对中国社会的理解的这些表达 真正在我身上开始画颜色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就在想尽量的帮助 尽量不懂尽量的帮助画画的人尽快完成 这些过程 因为这些颜色在我身上对我的皮肤有害 在我作品中有两个重要的部分 一个是我身体 另外一个是背景 然后我身体容于背景 我觉得这种消失的关系 它是我作品 重要点要表达的 在这条程中眼前看 我身体的课程中有些护程中的信号 感谢观看 温暴露 发展示欧 消失的计划